祈身正而天下归之 就是我们这个单元的最后一句 前面讲过了 爱人不亲 缓其人 智人不智 缓其智 理人不达 缓其敬 这三者如果行有不得要缓求诸己 祈身正而天下归之 那我们今天来了解一下 先把昨天的再复习一下 皆返求诸己 信中信 享乐众皆欢 劳碌众皆烦 家财有日迁 离善亦难免 世里名探言 游中万物参 修身行勤俭 养人亦典患 光明心坦然 人人风唤险 有道人亦典 圣容您流传 知邪以舍弦 创业自当展 自则有信念 念善证佛信 那今天要来到的是极生正 这是我们激公佛佛老师 恩师给我们慈悲 慈信 然后还会再来 而天下归之 这是哪吒师兄慈悲 还有我们激公佛佛慈悲 两位先佛给我们合批的 而天下归之 好 我们先来一起读一下训文 其身正 训中训 故事民命中庸行 养在天地万物身 隐满伐喜礼佛尘 实修道明则任成 正己成人 安身立命 正己成人 安身立命行 而天下归之 训中训 修道修心 守道之意 培养内得要从日常生活来做起 心心念念 慈悲将众生来利益 有违逆 则当成子反求自身 自己真心端正 世人定真心来归顺 福你无疑 好 我们先来读一下 了解一下它的大概含义 文师 反求诸己以正其身 就是对上天赋予无人 光明本性的一种观照与实践 当实践能合于中庸行时 就足以参赞天地万物之化欲 其次 反求诸己 以正其身就能实时充满法喜 展现礼尽先佛的真诚 展现真修实恋 明道立行 责任责任承担的修养与担当 此之为正己成人安身立命的真意与实跃 好 这个是其身正 好 这个是其身正 好 这个是其身正 好 而天下归之 好 这个小兰帮我们读一下 总结 行有不得 反求诸己 的重点有 用道来反求诸己 为之真修道 用德来行诸于人 为之真修心 以此来成就首道之意 培养内德的真修事 其次 得要从日常生活来做起 心心念念 不离慈悲念 所作所为 不离慈悲行 一切将众生来利益 其三 在实践的过程中 若有违逆天理良心 则当成智反求自己改正 如此成就 一位身心端正的有道之人 世人定真心来贵顺 福你无疑 好的 那我们现在就分开来 分别来看一下 这个一开头谈故事明面 中庸喜 这个讲的就是我们 整个这一篇的重点 缓求诸己 正其身 那这个缓求诸己 正其身 其实也是对上天赋予我们的那个光明本性的一种观照与实践 故事明面 就是故事天之明面 这个是从诗经太假篇里面出来的 意思是说 上天赋予我们人光明的本性 你注意到了吗 这个故事就是说 我问你有没有注意有没有常常观照他 扶持他 那为什么要观照扶持呢 就是不要使这个光明的本性蒙上成垢 而失去了他的光明 所以这里故事明明 故事明明 也就是我们反身 反求诸己 反求诸己正其身 这个所做的功夫 那所以呢 当实践 把这个功夫实践之后 能够合于中庸之道 这个中庸行 当然 反求诸己 也不能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刚刚好 恰到好处 反求诸己 能达于中庸之道 把他实践在生活当中 也能够达于中庸之道 就能够至终可 天地未焉 万无一焉 这个就叫做参战天地化欲 好 那 再过来 其次呢 讲到说 如果能够反求诸己 正其身 这样子呢 就比较少 因为 犯过 或者是说 跟人 有一些对立 也不愉快 而 烦恼很多 如果我们懂得 反身以正 就是 反求诸己 以正其身 这样子呢 人和 就可以做得很好 人和好呢 就时时充满着 滑喜 也可以展现 那一份 礼佛的真诚 叫做 盈满 伐喜 礼佛 成 还有 还可以展现 实修 明道 实修 道明 就是 那种 真修 实念 明道 立行 真修 实念 明道 立行 责任成 就是责任的一种担当 承担使命责任 那一种 勇气 那一种修养 那一种担当 所以能够 反身而成 反身 修身 能够反求诸己 这个就可以 法喜 充满 真诚 流露 也可以达到 真修实念 明道 立行 能够做到这样子呢 此之为 正己 成人 安身 立命 这个就是 他的一种 真意 跟实践 所以我们说 行有不得 反求诸己 这个就是一种修身 也就是正身 修身的功夫 就是从反求诸己 开始 那反求诸己呢 要反身以成 就是要有那份真诚 真诚 就是不欺己 不欺人 不欺天 不欺地 不欺人 尤其不欺己 成是真真实实 所以这个时候呢 反身以成 就足以成就别人 足以成人 其实成己 就是成人 如此呢 有诸己 而正其身 就能够安身立命 所以这个最后呢 他用安身立命 正己成人 安身立命 来做一个结尾 那最后 还有一个总结 就是 而天下归之 修道修心 守道之意 培养内得 所以我们来总结 这个行有不得 反求诸己的重点 其实这一章的重点 这里面呢 可以有几个 第一个就是说 要用道来反求诸己 因为反求诸己 也要有一个 一行 这个道在我们身上 就是我们的良知良能 也是用我们良心 用这个道 来反求诸己 来要求自己 这个叫做真修道 所以真修道 就是以身作者来 先求诸己 而后求诸人 自己先做好 先用道来要求自己 才能够 去要求别人 再来用德来行诸于人 为之真修心 其实修道修心 但是修养心性 没有那么简单 要介事锻炼 介事锻炼就是那种 内德的涵养 所以就是要修这个德 用行德 用德行来涵养自己 这个叫做真修心 就是心性的锻炼 就是说人家对你不好 你还愿意对人家好 那个可以展现一个人 那种内德的涵养 也是一种修心练性 最好的方法 所以 反身以成 借以行德以修心 所以 行功力德 其实也是一种修炼心性 以此来成就 守道之意 培养内德的真修士 所以这里 能够真修道 真修心 就是一个真修士 真正修行 真正修 拜安法门 修士 成就一个白杨天使 再来 而天下归之 第二段 要从日常生活做起 心心念念 慈悲将众生来利益 其次我们 要从日常生活当中来实践 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就是 心心念念 起心动念就要去观照 起心动念是一种圣读的功夫 所以心心念念不离慈悲念 这个就是圣读的功夫 圣读的功夫就是你的起心动念都要能够观照得到 看它是不是符合慈悲的心念 所作所为不离慈悲行 以自然行德来成就 实行不离慈悲行 所以我们说用圣读的功夫可以成就我们的慈悲心 用自然行德可以来成就我们的慈悲心 自然就是用最大的爱心来行德 做对别人友好 存好心说好话做好事 这样就是慈悲行 慈悲行就是菩萨行的 这个就是一切利益众生 就以慈悲心 慈悲行来做利益众生的事 最后若有违逆 则当诚治缓求自己 这个违逆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 如果有违背兼理良心 这个叫违逆 则当诚治缓求诸己 这个时候呢 就应该要真诚的 真真实实的缓求自己来改正 不是只有要求别人 而是要懂得先要求自己改正自己 身心端正 世人定真心来归顺 这样就能够成就一位身心端正的有道之人 有道有德之人 因为道为体得为用 自然而然 德不孤必有灵 这个世人定真心来归顺 扶你无疑 这就叫天下归之 所以我们后面这一段讲 行有不得返求诸己 以其身正合天下归之 重点就是 能够让世人 叫做德不孤必有灵 真心来归顺 就好像我们半道度人都成全不出 这个 道清 成全不出后学 这个就是可能我们自己 没有真正缓求诸己 没有真正这个其身正 而天下归之 所以如果能够开出一片道场 一定是自己要各方面修这个德 要修得很好 其身正 反求诸己修德 好 最后我们再把这个内容读一遍 来 这个张谁 反求诸己以正其身 就是对上天赋予物人 光明本性的一种观照与实践 当实践能合于中庸行时 就足以称占天地外物之或于 其次 反求诸己以正其身 就能实时充满法喜 展现理尽先佛的真诚 展现真修实恋明 道立行 责任承担的修养与担当 此滋味正己成人 安身立命的正义与实践 好 来方词帮我们读这一段 终结 终结 稀有不得反求诸己 这重点 有道来反求诸己 真修道 用得而来行诸于人 为之真修心 一致来成就受到之意 培养内得的真修实 其次 则要从日常生活来做起 轻轻念念不语 以慈悲念 所作所为 不离 慈悲心 一切将众生来第一 其身 在实践的过程中 若有为逆天道良心 则当成自返求自己改正 如此成就 若以慈悲心心 若以慈悲心斗正的有道之人 世人定真心 来归顺 何异无疑 好 最后我们一起再读一遍 勿世民命中庸兴兴养在天地万物生 淫满法喜礼佛成 实修道明则认成 正己成人恩生立命 正己成人安生立命 而天下归之训中训 修道修心守道之意 培养内德要从日常生活来做起 心心念念 慈悲将众生来利益 有为逆则当成自返求自己 身心端正 世人定真心 来归顺 扶你无疑 好 再来就是我们的白话讯 今天挑的一样是恩师以路 好 文士帮我们读一下 寻求真正的得救 大同世界的来临 其实是你得救的证明 至尊上帝说过 放弃各式各样的宗教 只要皈依我 我必拯救你出所有的罪恶报应 你不要害怕 大家今日来 要先真的了解到这一点 先放下个人的执着 个人的见解 寻求真正的得救 真正 武教圣人有没有在当时承认 个体是什么宗教的 有吗 因为宗教跟信仰的派别是路 给人走的 也许你顺着路走 可以通往上帝 可是通往他 还不是符合他的真正旨意 上帝要人在世间 真正的意思是 像他一样有创造的能力 而不是照着别人 要你怎么做 你就怎么做 伴道人员是开路者 不是走路者 好的 谢谢 先讲一下就是我们的天然世尊 在大陆伴道的时候 都直接称上帝 就是我们的明明上帝 也就是老母 那不用其他的名称 他都只用上帝 所以上帝指的就是我们的老母 也就是我们明明上帝 那这边讲到说 要找到真正通往上帝的 那一条得救的路 那重点在于说我们要了解 其实宗教啊 在五大教主来讲 这五大圣人啊 在当时其实并没有 他们并没有承认自己是什么宗教 那是后人给他的嘛 所以我们一定要能够真正了解 这些五教圣人 或者是应该这样讲 要了解上帝真正的旨意 其实上帝派五教圣人下来 不是只是让他们创一个宗教 让大家来走这个路 走他的路 其实呢 上帝真正的旨意啊 是要让人懂得 这五教圣人 他要带给我们的真理到底是什么 这样子才有像他一样的创造能力 而不是照着别人 要你怎么做 要你怎么走 人生的路你就走 所以最后呢 这边提到说 办事人员是开路者 不是走路者 开路者就是帮大家开拓 心中的那一条理路 那就好像我们 我们在读书在学习 不能说 只是叫人家照本先 可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 没有叫人家去思考 思考 思考才有理解 理解才有创造 才能够 在前人辈的一个基础上 有更好的提升 就是说 如果只是照着 前面所走的 所开出来的路走 那这样子呢 就是一个走路者 而不是一个开路者 开路者就是要能够 在前人的基础上 把这个真理更发扬 把圣人的道理更发扬 那样才是一个真正的开路者 好 再来 我们 那个小兰 帮我们读一下 三宝恩赐 三宝恩赐 是神作孝的契约 在最末的时期 有假先知 有歪在的道德 神的灵 那心法 更是大能的使创力 即使在道中 若没有得到神的见证 则在你心中 任何的确据 都是虚假的 好 用三宝 来跟所谓的三位一体 做印证 这是我们上一堂课吧 好像上 昨天还是前天 我们 讲到三位一体 其实就是三宝 的印证 那 所以也可以说 三宝就是神作下的企业 所以我们有个合同 然后呢 我们有 这个 一代民诗的 他借着代理民诗 帮我们点开来 那个一代民诗 就是那个灵 神的灵 但是这个神的灵呢 当然这是老母所画的 老母所创造的 这个所画的 这五教圣人也好 所有诸佛菩萨 都是来自以老母 所以这个神的灵 还有那个心法 就是传给我们的 这个 民诗一指点 那个就是一个 得其中 就是一个心法 所以这三者 也就是前面讲的 一样 叫做三位一体 所以这个就是 神所作下的企业 也是三宝的恩使 那为什么 老婆老师在这边 要跟我们一再的 谈到这一点 因为有一些人 他假称他是 先知 事实上是假先知 用来迷惑世人 然后他讲的话呢 讲了一遍两遍 三遍 十遍 百遍千遍 就好像变成真的了 假先知就变成真先知了 所以弄得大家 会搞不清楚 那你如何要去证明呢 这边就有提到说 必须外在的道德 慈爱跟义行做平均 要看他所作所为 是为自己 还是为众生 是有那一份真正的慈悲 那一种慈爱 那一种义行 还是所作所为 都是为自己的利益 还有神圣的恩赐 必须要有属灵的考验 跟试炼 跟志愿 做最终的印证 所以他这个 等于说 是可以经得起考验 跟锻炼 跟印证的 如果你今天得了这个道 这个道呢 道真理真天命真 就可以经历各种的考验锻炼 都不会改变 那把握充足 不是来自狂妄 以简单乐观 有很多自称先知的 都讲得很狂妄 然后甚至 这个待天先判说 只有他可以点得开 别人都点不开 别人点的都不能点开 都要重点 这个就是 我们这边讲的叫做 自狂妄 或者是说 过度简单乐观 这样一点就可以成 那是不可能的 还是要有真修始练 所以还是得要有 神的见证 还有诸佛菩萨的见证 神的见证 所以 这一段呢 是跟我们再次的印证 这个前面讲 上帝三位一体 其实就是三宝的恩赐 三宝的 那种见证 神的见证 好 那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边了 走 好 好 谢谢观看